這個數字困難是聯絡方程 不過是出最難的東西就是比例 比例不但還有兩個比例 我們怎樣去考慮這件事呢? 就是用成人對6 最外面對最外面 入面,什麼叫入面? 就是第二個小童的入面 小童的對著13 首先要切 整個成人有兩個人數 原本有13比6 後來加了9名成人 和24名小童 變成比例是8比7 做法是切 原有 成人 和小童 分別為x y 成人 有這麼多人 然後我們怎樣做呢? 我們的做法就是 成人就是x 小童就是y 所以就是6 這個是x 這個是y 6x 等於13y 那就是第一條色 但這條色我當然要整理一下 看著6 再看一次 外面 成人是x 對著6 所以這兩個成在外面 隨後 這個是y 就對著13 所以13乘y 然後排好次序 6x-13y 等於0 日式 好 第二條色 就是怎樣呢? 就是 繼續 9個成人 加了下去 即是說 這個是紅色 紅色 9個成人 即是9加x 它就應該對著外面 成人先 對著最外面 所以 9加x乘7 好 接著 橙色 24微小童 即是24加y 它裡面 就對著裡面那個 即是24加y 乘8 那我們就用了這個方法 去幫你setup 比例的色 當然這裡就要拆開去 變成63加7x 接著 192加8y 接著我們就再放回帥仔 就是 7x-8y 就等於 162-63 第二條色 那兩條色 按機 按完呢 x就應該是39 原本成人的人數 就是39人 那這個呢 就教了大家 怎樣去看一個 比例的問題 你記住 如果我們 x-y 等於 4-5 就好像一條彩虹一樣 外面那個 x乘5 接著 y乘4 就等於4y 我們就用簡單的方法 去做到比例的問題